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力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猫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讲这个拜登 又是被人问到口咬咬 其实今次的尾巴冲突 已经令到他们政府内部有裂痕 其实国家世代之争也是有的 年轻的人就觉得 你这样不行的 你以色列再这样的军事行动不行的 但老的人看来就撑耳也比较多 现在 Joe肯定是跑选举了 这个肯定了,不用说了 他在一场重要的选举演说当中 其实 被人问了一个问题 他就疑呜呜呜的回答 是什么事呢? 原来他就去到南卡罗纳州 查尔斯顿一座黑人教堂 呼吁呢 呼吁加沙 应该是呼吁加沙停战的人 突然之间 就问他问题 他就回答不了了 其实这个也是表明了民主党在中东政策 尤其是对义政策 现在这样全面狗撑以色列 其实是真的很大损伤 他的竞选团队 都知道 这个是麻烦的 你继续这样撑耐 他又不敢得罪某些人 原来 阿周就是演讲 当然是老生常谈 就是说我们 你知道吧 finish the job finish the job 还在说这个 没错 感觉好一点点 没错 原来阿周发表演讲的地方很有意思 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 伊万纽尔菲律 为你胜公会教堂 那时候15年6月发生了一件大事 也是教堂发生了一宗震惊全球的白白案 九名非裔的教徒 就被一位 白人男子 送了他来上西 当然 为什么他在这里呢 即是 他想拿少数族裔的票 这个人当然是乱来的 坏人 那个人就问 为什么要搞定那些人事 因为他们是非裔人 当然是不行 这个人是错 阿周你知道了 民主党 少数族裔的票很重要 其实 当他高呼谈闊论的时候 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他这个 要码一些 非裔的票 阿周就说 造成 那单悲剧的白人 至上主义 现在 还在荼毒我们 美国的社会 困扰了我们 他就说 真理 自由民主 就 现在是受到冲击的 所以不可以选阿侵 他没有说不可以选阿侵 即是不可以选对价 真理 现在 中东发生的是什么呢 没有真理 没有光明 没有可能离开黑暗 当阿周 那当然是 高谈闊论之際 一位女性突然说 你有关心过人家的生命吗 如果你真的关心 现在巴勒斯坦在发生什么事 那你怎么回答呢 他就说 你只是关心这里失去的 小者 你应该 关心其他你所说的捍卫价值的人 即是巴勒斯坦人 你应该关心巴勒斯坦的小人 并且呼吁巴勒斯坦停战 那之后一大堆人就高负停战 停战 那之后阿周 那当然不敢出声 因为他看不过那些人的声 工作人 之后就是 麻烦你们走 那些抗争者要走 为什么不让他说 这么硬看 以前香港的那些议员 为什么不让他说 为什么赶走他来 现在你赶走他 为什么这样 让他说他有发声的 言论自由 你经常说这个 结果不是 麻烦你走 最搞笑 他的支持者 阿周就不出声 他的支持者就说 做多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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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互队 其实都挺难看 因为一般来说 被人队的方 一般就很少出声 很少出声 当然了 阿周 就是 他当然不出声 阿周 他 口咬咬 定了一阵 亦一言不发 口咬咬 站在台上 亦都扶了 这个 那些 那个麦 就说 多谢你 我听到了 大家 我听到 我听到 当然了 静了一阵之后 他说 我理解 我理解 你们的心情 我们会跟以色列 沟通 亦都是 他们 令我们 就是会知道一样东西 我们保护民众 亦都会令到以色列军队减少行动强盗 不是这样 奈塔尼亚湖 不是这样 并且大幅撤出加沙地带 我们尽力 但我们理解一下你们 这些废话 这些废话 没人听 听完这番话之后 当然 拜登的支持者就有掌声 但是 一名 黑人的女性支持者 还打断了 拜登的发言 指挥送上这个赞 拜登是个善解仁义的好人 几色做妹 但是那些抗争者就没有理他 完全不理他 继续在这儿抬台 当日巴勒斯坦的支持者 亦都在教堂外举行了抗议活动 继续抗争 三个月来 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 已经造成了巴勒斯坦 有最少二万二千人离世 当然 这个亦都是长达 几十年以巴冲突当中 对大获的一次 加沙地大的 苦放惨放 已经引发了 很多美国人对以色列和他们支持者的抵制 其实这种抵制 往往 被人扣母字 就说是反游 亦都突显了民主党人之间的政治分歧 几个月来 拜登几乎每次公开活动 都遇到这些抗争者 当然作为以色列主要的支持国家 拜登也是总统 亦都面临着 来自民主党内部的一些党友 巨大压力 要求他尽快呼吁加沙地带停战 白宫是拒绝了停战的要求 停战也不行 害怕了某些人 害怕他 在美国的势力 就说 现在停战 就等于被哈马斯卷土重来 但是随着加沙人道主危机的加剧 国际社会 谴责声音不断 拜登和其他白宫的官员 就敦促 呼吁 这些很轻的 你一边敦促一边呼吁 为什么你们还要给他 敦促和呼吁以色列 尽量减少 军事行动对平民影响 不过这些我们经常被人黄标 不知谁可以有这样的实力控制 不知 不知 最近几个星期 建议以色列领导人 将他们的军事行动 更加有 针对性 以色列 1月1号从加沙部分城镇 撤出坦克 亦看到他在全球的强烈抗议声当中 他说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也是以色列之前说 要不断调整军事的需求 并且保障 以色列经济 但是现在借钱去搞 战争 还钱 不过以色列国防军 他们将在加沙地带的行动 持续几个月 目标就是搞定哈马斯为止 目前 以巴冲突 也造成了 新的协议何时签订 前景无名朗过 卡塔尔首相 兼外交大臣 就是蒙克密德 以色列持续轰加沙 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 特别是哈马斯 政治局 的副主席 被他们在黎巴嫩贝鲁特拉低了 对于 卡塔尔和哈马斯 也造成了沟通的 影响 因为始终他有个高官是没有了 这样也令到 有关 释放被扣留人士的谈判 复杂和困难 内塔尼我相信他是不关心这些人 他是不关心这些人 我觉得 这些人 他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当然 拜登一月末开始正式启动 他争取年任的竞选活动 亦说要捍卫民主体制 令到他 免受那些 他说 免得 极端势力会出来 之前167政变 国会大骚乱事件 这个就是他竞选的核心内容 他也将矛头指向了这个最大的 潜在竞争对手 给国前总统特朗普 亦都抨击他对于民主政体的威胁 特朗普就说 拜登 在进行可悲的恐慌宣传 现在是濫用了华盛顿的明星 当然这两个人当然是互队 这个不用说 另外 看看 特朗普 如果他真是当选的话 我会有点发展 我们看看原来 不经不觉 美国大选年 转迅即至 艾奥亚洲 共和党总统初选 党团会已形成 其实将会在 15号启动 前总统特朗普 在艾奥亚洲 是 支持率高达五成 亦都远远超过 其他候选人 他赢得桑蒂斯是多少呢 赢得桑蒂斯 十几个百分点 亦都赢得印度 亦有十几个百分点 另外近来 有一个黑马就是克里 即是 前 驻联合国大使克里 都赢了他很多次 其实最后应该就是 拜登对特朗普 恐怕这个都是美国民众 没办法逃过的骗运 不少人就认为特朗普 重返白宫将会很糟糕 主观 其他 有某方势力 可以挡住特朗普的参选 一 以宪法第十四条 叛乱条款为依据 以2021年1月6日 国会山庄 在骚乱事件阻止他参选 但可以吗 暂时未知 二就是希望得到共和党金主 大举支持 现在 电视竞选花费 比特朗普 还要高的克里 其实 他可能有机会跑出 但我觉得 不会那么容易 除非特朗普没得选 但是 你知道 有6比3 优势的是 美国最高法院 因为他保守派六个 自由派三个 已经决定审理 叛乱条款相关案 相信会在短期时间内作出 相关的 判决 亦为特朗普 参选资格一锤定音 所以最高法院将会容许特朗普参选 难题只是在于他用什么法律 理据去支持他的判决 至于这个黑马克里 Hailey 克里 他的选情 虽然 他在爱河亚洲民调 甚至在排在德桑提斯之后 法罗里塔州州长之后 但是他在第二个初选州份 新汉部12州 的声势相当劲 直追特朗普 最近甚至有民调就说 他在新汉部12州 只是 落后特朗普四个百分点 即是有得追 特朗普 见势息不对 亦大举展开对克里的攻势 批评 他对我不够忠诚 当然 克里 他是 特朗普任命的首 你叫做克里 是特朗普任命的首位联合国大使 亦是全球主义者受到共和党建制金主的操控 没有把美国放在第一位 你这些都不是为我们美国人着想的 克里这只克马跑出的唯一希望 就是爱河亚洲 又出人意表的 表现 当然 他希望可以超越特朗提斯 以及直追特朗普 然后 成性追击 在1月23号 新汉部12州的初选当中 如果他击败特朗普 就会以惊人的 胜选姿态 是 令特朗普必胜的神话 压下来 但是有没有那么容易 我觉得很困难 这件事很困难 当然我们看到 到了最后 唯一能够 在特朗普和白宫之间形成阻碍的 只有拜登 但是 正如拜登其实在初选 我们看到其中一位对手 即即无名 来自明尼苏达州国会众议员 就是菲利普斯 他就说 拜登可能是其中一个 败给特朗普的 他说是其中一个 有可能败给特朗普的民主党人 当然 拜登是不是真的 没力了呢 我们看回根据目前民意调查 拜登的支持度比特朗普 首任同期 要低得多 亦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最差的表现 就麻烦了 在全国的选举当中 特朗普就轻微领先拜登 两个人算得上叮当码头 但在决定 这个总统选举结果的六个关键 摇摆周份当中 拜登有五个落后于特朗普 差就是3-7% 虽然距离11月的大选 现在民调当然不能作准 但是经济学人最近已经说 今年 民调 不能作准 因为 可能是低估了特朗普的支持度 不是低估了阿周 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 一众 美国 民众 都是希望 生活觉得好一点 现在 生活觉得好吗 美国的经济数据是好的 但是我们经常说 民众感受不了其实都是浪费的 你一定要感受到才行 你吹到 吹到天花龙凤 我们经常说人民有感是很困难的事 当然 我们也发现了 民调也发现 拜登在 这个非裔美国人拉丁美国人和年轻选民当中 的这些所谓票仓贴票 会放越下 刚才我们说的耳巴就是一个原因 耳巴因为全面是狗撑 你真是没办法 刚才我们说的南卡罗纳州 2020年的时候 他就是很多黑人的选民支持拜登 令到他们 当然是选得到 我们看看原来非裔的 众议员 他也近日表态 说自己也很担心 当时南卡罗纳州找了谁呢 就找了基斯保罗 CP3 在金州勇士打球的位置 老将 找他 也有很多 NBA的明星 帮他 拉票 但是 今年就好像少了这些声势 在少数族裔当中 现在这位非裔的众议员 民主党籍 民主党 共识候选人 协调了出来 不是民主党籍 是共识候选人 其实就觉得 好像你的势力很差 我们的非裔眼中 为什么 小数族又觉得 你又是这样 你说多少 你到底有没有帮过小数族 我们华裔更加惨 当时保护我们华裔 最记得他初上台的时候 其实华裔现在的状况是差一点 但是当然 如果特朗普上台 他也是古董一班人 我们也没有一枝过 所以 是很难选的 两边真的很难选 都是烂橙 我也不知道 如果是我也不知道 怎么决定 好了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